5月6日上午在巴哈马进行的2024年世界田连接力大赛 结束了男子四成100米决赛争夺 中国队以38秒75获得第6名 美国队37秒40获得冠军 中国队决赛阵容做出关键改动 邓志健取代谢真叶跑第二棒 中国队开始提前磨练新代阵容 中国队出场阵容依次为吴志强 邓志健 严海斌和陈家鹏 中国队在第三道 日本队在第四道 今天 日本队把头号选手萨尼布朗换下 比赛开始 吴志强快速起步 完倒过后转到邓志健这里 此处可以看出中国队和日本队同时交接 邓志健直到没有优势 中国队排名靠后 好在中国队转换过程比较流畅 邓志健给到三棒严海斌 中国队继续苦战 今天决赛全场八队交接都不错 局面颇为激烈 严海斌传递给陈家鹏时中国队排名第七位 陈家鹏也没追上谁 因为意大利队犯规 中国队最终获得第六名 冠军争夺战 美国队一家独大 前两棒 林德塞和贝德纳克雷已经处于绝对领先位置 绿头发造型的三棒 克里金更是把游舍拉开 第四棒 诺亚莱尔斯进行奔跑 最终美国队37秒40获得冠军 创造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加拿大队37秒89获得亚军 原本第三位的意大利队23棒转换时犯规 法国队38秒44获得第三 日本队38秒45 0.001秒的优势获得第四 2024世界田连接力大赛 女子四成100米接力复活赛 梁小敬 葛曼奇 袁琪琪 吕玉婷 组成的中国队交接棒失误 43秒13 紧获小组第三 继小组赛之后 第二次错过拿到奥运门票的机会 不过理论上还没有彻底无远巴厘奥运 在之前的小组赛里 中国队43秒03获得小组第三 不敌波兰 加拿大 遗憾未能直通奥运 第一棒 聊想静在起跑前大喊一声中国加油 跑得比较顺畅 第二棒 亚运会冠军葛曼奇也非常快 但葛曼奇和原机器交接棒有点问题 出现卡顿 第三棒 肌肉女飞人原机器好像不在最佳状态 三棒之后 中国队已经落后 第四棒 李宇婷主向是200米 所以没能力挽狂澜 最终 尼日利亚42秒71 小组第一 瑞士42秒75 小组第二 中国队跑出43秒13 排名小组第三 复活赛成绩还不如预赛 无缘直通巴厘奥运会 至此 巴厘奥运会女子4成100米接力 16个名额已经有14个队伍确定 还剩最后两张门票 中国队理论上还有机会通过排名积分入围 5月6日上午在巴哈马进行的2024年世界接力大赛 结束了女子4成100米奥运资格赛第二轮争夺 在第三组出场的中国队跑出43秒13的常态水平 获得小组第三 未能直接入围巴厘奥运正赛圈 比赛开始 梁小静迅速出发 弯道过后 顺利转到葛曼奇 葛曼奇直到没有问题 中国队目测在前二位置 二三棒转换有迟钝 中国队虽然还在前三 但已经失去主动权 元奇迹转到旅亭 中国队已经和尼日利亚队瑞士队形成绝对的差距 最终 中国队以43秒13获得小组第三 未能直接拿下巴辽运会入场券 中国队冲击奥运资格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 在未出现队伍里 凭借最好成绩的前两名入围 년在ar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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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getare